由肖战和人民主演的古偶序《玉古瑶》从杀青至今已经有18个月,显然已经超过了一般古装剧的制作周期,种种原因却一直未能播出。 从去年年初开始,网上曾多次喘该剧即将定当,但最后却不了了之,官方并没有给出任何不能播出的理由。 支流粉丝苦苦等待作品,有内部人士透露作品一直不能播出的原因在男主角肖战,此方有意打压他的热度,即使过神也不让其播出。 但可能没想到网友的呼声能这么高,对于肖战以及作品的喜欢也是实打实的,多次给据评论到登上微博热搜。 但凡有出名的古偶作品播出都得溜一溜《玉古瑶》。 古偶剧《玉古瑶》再次因为定当登上了微博热搜,有消息称该剧第一季度将在韩国播出,韩电视台已经正式购入版权。 这也是首个在国内未播而在国外宣布即将播出的作品,近年来得个海外国家购买爆火国产剧的版权,也让国产剧能够走出国门。 这次之所以能先关心海外播出的消息,主要也是取决于肖战在海外表演圈的影响力。 他曾多次凭借颜值获得世界最帅艺人的前几名,所以有数量众多的海外粉丝。 玉古瑶将在海外播出的消息一出,没想到竟然获得了央视的高调宣传。 CCTV是去官方微博发布了2023国具出海进行时的话题,其中重点提到了玉古瑶本作品, 并介绍其即将上线海外平台,可见对其赋予众望。 玉古瑶在海外开拍前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众多关注, 一方面他作为腾讯当年重点筹备的F大作本身就带有平台高光加持, 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有质量保证。 另一方面就是男主角是肖战,肖战在国内的影响力不用多说, 他以前很少出演Google作品,所以这也是他正式转型之后的第一部作品。 重要度可想而知,在公布男主角为肖战之后, 他自身的热度就把整部剧成功带火,尽管有关女主的争议比较大, 但一个肖战完美解决问题, 玉古瑶也成为当年网友评选最期待电视剧作品的前十, 为播鲜活就是这么来的。 去年8月,有消息传言这部剧即将正式播出, 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可信度够高。 大死后肖战方通过中心文育媒体否认了这一消息, 可以看出当时双方对剧播出的时间都没有一个决定, 田园方也对这件事毫不知情, 玉古瑶的多平台数据都是断崖式第一, 而且都查了了非常久。 不少网友猜错这部剧会悄悄定档, 然后惊艳所有人, 他的热度已经不需要提前宣传, 即使最后播出效果没有达到预期, 但他已经提前锁定爆款。 还有人说他将会是下一部苍蓝诀, 成为2023年古偶剧天花板。 其实二者的情况不太相同, 苍蓝诀是低开高手, 开播前没有预料到他会大爆, 而玉古瑶大概率会高开高走。 粉丝的呼声高, 相信他一定不会让网友失望。 两部剧的起点相差很远, 值得一提的是, 肖战的另一部作品《闷重的那片海》 在很早之前就出现在了2023年电视剧片单中。 现在距离该剧杀青也仅仅七个月的时间, 但已经开始提前宣传, 所以很有可能抢占玉古瑶的分头。 杰族仙灯获得肖战的热度, 不过这部剧也是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。 广电重点扶持的项目有这个待遇也情有可言。 玉古瑶发布了《秦深入谷》系列预告片时, 预告视频获得了超高的点击量。 大部分网友的官后感受都是对这部剧非常期待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, 无论是剧集特效、服装造型还是演员演技和人物设定都是非常优秀的, 符合腾讯S座的基本水准。 尤其是肖战的原生台资非常有吸引力。 杰旅玉古瑶能够获得网友的超高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, 最后呈现给观众的作品并仍不辜负期望。 同时也希望官方和相关平台的抓紧听荡。 别让粉丝白白期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